今年月二日 明日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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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泰三月起永久免签 对普通人有什么影响 出国程序在没有免签制度的情况下 也非常简单吗 其实不然 而究其原因 还是由于签证通过的概率太小 并且货币汇率会不断变化 因此出国旅游在往年一直被视作富有的象征 而近日中泰双方一同发布了出行免签的公告 那这会对中国以及泰国产生哪些蝴蝶效应呢 如果没有免签制度 那想要出国都需要经过哪些程序呢 首先就需要解决护照与签证的问题 护照既在出入境我国时颁发的 允许离开中国的证明文件 而签证则是需要通过外国领事馆签发 是允许外国人进入本国的证明文件 可仅仅是出国的第一步 其实就有着很多的难题所在 因为外国领事馆在判别个人 是否具有前往本国的资历时 往往会筛掉很多申请者 其次在出入境交通选择 以及限制方面也是多种多样的 如果选择乘坐飞机出行 那就需要在订计机票之前 搞懂落地签证中 对行李大小重量数额的限制方式 限制不仅仅是体现在交通方面 即使最终落地 在入境他国时 也会有诸多的制度所在 有些国家对于入境人员 携带的物品会进行规定 例如随神的现金烟酒的数量 而如今中泰实施免签 实则就是为中泰双方的本国人员 提供了出行以及入境他国的便利 出国程序在极大程度上 将不再成为困扰游客的难题 其实便利不只是体现在出国程序上 也是为个体提供了更多经验交流 与合作的可能 由于不是所有的企业的体量 都符合与政府合作的要求 而却是作为公司老板 会想要增加自身的发展机遇 因此就会通过开拓海外市场的方式 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随着中泰双方的免签 两地的商人也就有了更多的 考察海外市场的时间 以及寻求与当地个体合作的机会 泰国有哪些特别的风土人情 我国有哪些风俗 引起了泰国游客的好奇心 在服饰习惯方面 泰式传统服装总的来说 还是保持了朴素的传统 但又充满了抑郁风情 其中男子所穿的传统服饰 叫做半尾曼沙龙 女子则身着女统裙 这种习俗是从1910年就开始在当地流行的 在颜色选择方面 当地人尤其中爱红色以及黄色 并且禁忌褐色 虽然如今现代服装也不断成为泰国人的着装选择 但占比较大的依然是泰式传统服饰 而我国的服饰习惯与泰式传统不同 由于我国地域广袤 因此根据气候以及民族聚居的特点 各地的少数民族都具有内涵自身特色的传统服饰 每个地方的服装穿着 都有着特别但又美好的寓意 在基本礼仪方面 泰国社会也不提倡在公共场合当中 与人争执 咄咄逼人 这在当地被视为可耻的行为 不仅如此 他们也认为人的左手是不洁净的 因此接受他人传递的名片或者物品时 应该用右手接受 而泰国最为经典的 在胸前双手合十的敬意 其实是当地居民的见面礼 类似于西方的握手制意 而双手举得越高 代表当事人对对方越尊敬 因此当别人对自己双手合十后 也需要进行同样的回礼 在我国虽然没有如此繁杂的见面礼仪 但是在需要与陌生人交流 或者去见长辈时 也依然需要用握手或者鞠躬的方式 表达自己对对方的尊敬 最后在泰国出行 还需要注意当地禁忌所在 首先在公共场合 不可以做出有损风貌的行为 例如拥吻或者握手等亲密接触 而且在当地海滩游玩时 不建议游客太过暴露去晒日光浴 虽然这不触犯当地法律 但与当地所信的佛教理念 依然冲突 不仅如此 在泰国不能够使用红笔 撰写生人的姓氏等信息 在人们通过的地方 也不可以悬挂个人衣服 在这些传统方面 我国其实也有着类似的要求 中泰免签势必会促进 两地游客间的文化 以及习俗的交流 了解泰国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 也更加有利于提高旅游体验 注意当地禁忌 也可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以及矛盾 支持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 我们下期再见